又是葛耳峰跟你發瘋的時候 還不坐定定拿電話出來 大家好,又來到一隻發瘋了 今次我快要留在香港 就要逼著做網課 媽媽是想給我好一點的學習 所以幫我整理了書房 我整理的時候找到這個東西 就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玩的玩具 叫做扯鈴 今天就會來表演一下這個玩具 他們會把它剪掉 他們會把它剪掉 拿著時間來背後 人生就像扯鈴一樣 有高有低,但最重要是開心